他自称是台宿创办人王永庆第四房的罗文元罗雪印三姐弟 在王家还没有成员愿意出面协助他们演DNA的同时 罗氏姐弟唯一的证明是拿出了罗雪印和王永庆本人在办公室里头的合照 结果这张照片在台宿大楼引发了轰动 因为从上到下几乎都把罗雪印误认成了 这个王永庆三房大女儿王瑞华 戴着这张跟王永庆的合照自称是王永庆第四房的罗文元三姐弟 跟台塑打起任主归宗的法庭诉讼 不过一看到这张照片连台塑警卫都不否认里面的女子跟王永庆女儿王瑞华真的很像 刚才看的第一时间上的 有点像 比如说文化上就他们这种东西我们不方便平衡 清秀的宽眉 慈善何许的双眸 笔直的鼻子 微眯的嘴唇 捐秀的脸庞跟王永庆最疼爱的大女儿王瑞华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七 而所在的场景正是王永庆办公室内 能在此跟王永庆亲切合照相当少见 也难怪台塑上下一看的照片都将罗雪印认成了王瑞华 跟随王永庆三十多年的贴身随护 第一时间就惊讶地问起记者怎么会拥有王瑞华跟父亲的合影 发现认错人才又急忙改口 就连王瑞华本人看到中天记者带来的是罗氏姐弟的照片跟声明 也要求公安人员立即将文件送进办公室 我父亲在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工作人物 我儿子今年二十八岁 我女儿今年十八岁 他们略有所闻 可是我认为不应该让他们继续模糊下去 不止罗雪印的照片在台塑内部引起轰动 就连去年罗文元发表声明时 不论是眉眼鼻唇都和王永庆王文阳极神似 连说话的语调声音都让所有看到这段画面的台塑老臣则则称奇 认为简直是和年轻的王永庆一个样 不论罗氏姐弟有没有打赢DNA官司 但男生跟王永庆父子神似 女生又跟王瑞华如此相像 一家三人要找出和台塑王家成员这么多的相似点 普天之下的确少见 中天新闻 顾望书张之威 台湾报道